男生女生都得知道的避孕方法有哪些 2020年 英国一名21岁的女孩服用了避孕药 最后因为避孕药产生副作用 不幸死亡 2021年 印度印男子与女友激情四射的过程中 情急之下居然用了强力教避孕 最后因为避孕不当而死亡 像这样避孕不当的案例还有很多 那么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避孕的那些事 如果有固定伴侣 可是伴侣双方都没有生育需求的情况下 避孕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能避免女性意外怀孕 还能减少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伤害 而正确的避孕方法主要有这几种 一 男性使用避孕套 很多人情到深处在爽和安全这两个词中 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爽 总有人觉得不用避孕套会更舒服 老黑只能说这是你的心理作用 用了避孕套不仅舒服还安全 避孕套是现在最安全副作用最小的避孕措施 避孕的成功率高达99% 避孕套不仅能避孕 还能阻挡病毒疾病的传播 甚至还能延长男性的时间 这种好东西兄弟们还不用吗 二 口服避孕药 一般都是女性口服 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要吃的是短孕避孕药 可不是紧急避孕药 紧急避孕药十分伤身体 但短孕避孕药是一种有效率高达99.6%的避孕方法 这个方法目前也相当成熟了 因为短孕避孕药只是抑制女性的排卵 改变子宫内膜和宫颈粘液的状态 不仅效果好 而且安全性还很高 只要停止服用身体就能恢复排卵 只不过有的人也会出现恶心 月经紊乱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医生的帮助下才能服药 不过除了这两个 还有更安全的避孕方法 男女都要知道的避孕小知识 三 结渣手术 这种避孕方法只适合已经生了孩子之后 不想再生孩子的夫妻 因为这是一种永久性的避孕手术 不管是男女都能去做结渣手术 男性结渣叫做舒筋管结渣手术 女性的是舒卵管结渣手术 手术过程就是将舒筋管和舒卵管 剪掉一部分 然后缝合起来 这样在性生活的过程中 精子和卵子就没办法输送进去 自然也就结合不成受精卵了 而男性结渣比女性结渣安全性更高 避孕有效率也更高 所以建议男同胞们都自告奋勇 四 皮下埋直避孕法 这个避孕方法其实十几年前就有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就是女性在皮肤下埋一个 含有孕激素的皮埋剂 这种皮埋剂会定期在女性体内释放孕激素 孕激素缓慢释放 能改变你不行宫颈延液的分泌 导致宫颈延液变得更加粘稠 这次精子想要穿过子宫就更加的困难 不仅如此 孕激素还能跟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抗 抑制子宫内膜的生长 这样受精卵即使形成了 也没办法着床 这种避孕办法的成功率 可是高达98%到99% 但副作用势会导致 女性体内激素水平不稳定 甚至会出现恶心 呕吐 还有动不动流血的可能性 所以对女性的身体伤害还是蛮大的 五 宫内节育器 这种避孕方法就是很多人知道的上环 医生会将节育环放在女性的宫腔内 这些避孕方法过去在我国女性中非常的常见 但是这种方法其实对女性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不仅会导致月经增多 严重的还会动不动就出现腹痛 甚至导致盆腔炎症等疾病 说完了正确避孕方法 老黑再来跟大家讲讲错误的避孕方法 这些避孕方法男女千万不要用 一 体外射精 这绝对是男女生一直以来最错误的认知 只要在最后一刻排除体外 过程中不使用避孕套也没关系 但实际上是 体外射精的怀孕的可能性还是有3%到5% 因为男性并不是在最后一刻才会排除精子 只要男性兴奋起来 分泌出的液体都有一部分精液 只不过精子数量很少罢了 甚至前列腺液中都有一部分是精液 这些液体在女性体内就有怀孕的几率 就算是体外 如果一不小心挨到了那个部位 精子也有可能偷偷溜进去 只要精子活力好 女性怀孕的几率还会更高 所以老黑在这里告诫所有女生 千万不要同意男生体外这个要求 如果他说自己以前也这么干 从来没中招过 那老黑只能说赶紧换个男朋友 他不行 二 安全期避孕 老黑就这么跟你说吧 女性没有完全真正的安全期 所谓的安全期 就是在月经特别规律的情况下 排卵期前后5天 但女性的排卵期是不规律的 一个正常女性一辈子会排400到500克卵 排一颗少一颗 如果女性心情不好 周围环境不好 吃得不好 都会改变排卵期 那么安全期也就不准了 有调查显示 安全期避孕 跟体外射精避孕的失败率 高达75% 所以是极其不靠谱的 三 紧急避孕药 前面老黑也跟大家说了 紧急避孕药不是短效避孕药 紧急避孕药 只能在发生意外 不得不避孕的情况下避孕 然后还要在72小时内服用 12小时还得吃一粒 避孕成功率有85%到90% 但对女性身体伤害很大 恶心呕吐都是小问题 严重的还会导致腹痛 宫外孕 甚至不孕不育 所以能不吃就不吃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见